我来看一个八字 这个比较有特点 基督生在丑月 男性的 坐下盲目 一看生在寒冬腊月 很冷 以四火为用 出生在北方 冬天冷 以四火为主 其实主要来看一下出生 就是原生家庭怎么样 好不好 一看就是知道不好 正应母亲 才为父亲 因为是男性 正才也好 偏才也好 这不重要 先看一下母亲的状况怎么样 母亲是四火 坐下丑土 毕竟是冬季 还好 他没有直接的充客 四和丑 也没有明显的三和 说失去自我 但是这个四火 母亲也不利 那盲目的话 被生今暗和 生也生不到 所以四火孤立无缘 母亲也不会好 但毕竟为用神 这代表是母亲的 条件比较差了 我状况不太好了 那父亲怎么样呢 因为一看 他是以硬为用的 那么才必然为季 那季神这么旺 那父亲肯定好不了 或者说 这种呢 在人生当中 父亲起的作用 几乎为副作用 就拖累了嘛 走的病呢 又是北方水地 刚才说了这个 熄火 也有火 调和暖居 同时又是偏弱 但走的又是伤官之病 生路走伤官 为这个泄气的 为盗气的 可泄交加嘛 这叫做 一看 大运走的是止水 这个水的能量加强 父亲好不了 泄池当中是怎么样的家庭呢 家庭肯定是比较很贫困的了 农村家庭 母亲是买来的 因为他出生在农村嘛 这个北方可能 就是那个地方 这个买过来的 母亲买过来的 不愿意的嘛 那么 父亲 大概是几岁吧 在小时候很小的时候 心肌梗舌喝酒喝死了 母亲逃了 自己成了孤儿了 这不算孤儿 爷爷奶奶 爷爷奶奶年龄又大 很明显嘛 这种孤家寡的那种象 那未来好不好呢 也不好 也不好 现在走的这个 户需运呢 可能还好一些吧 毕竟偏弱 走这个笔节之运 相对说好 赚钱了吧 确实工作了 上班了 钱财虽少 最起码有一点 有一点 未来之运 哎呦 很坎坷 很坎坷 尤其是在这个三十三岁 三十二岁之后 丁友 四有丑三合 四伙失去自我 这能 这种人生是比较惨淡的 出生家庭很糟糕 财为寄生 又忘着完了 冬天水又忘 像父亲死得着 心肢梗塞去死 母亲买来的 然后也跑了 拿着钱 一家人的钱就跑了 留下自己 哎呀 没办法 命理是无情的 不会因为你是好人 就说人生顺利 也不会说你是坏人 就悲惨 不是 嗯 这一看 比较凄惨吧 自作病地 也自作在病地 盲目 自作其傻 疑生疑鬼 这样的人 啊 识多为伤呢 啊 因为两个士臣 在一个伤官 在同时 仇土里面暗藏的这个信经 四伙里面暗藏的根经 识多为伤 啊 伤官为盗气 叛逆 打破常规 也确实啊 不叛逆怎么办呢 嗯 好吧 这个未来之路也很糟糕 没错